就是在說一些重複驚恐的發作 那什麼是驚恐呢 驚恐其實是一些很突然之間的極度的恐懼 在說極度的恐懼 那個人會有什麼感覺呢 心跳 心跳得很厲害 可能會有出汗 整身都震了 呼吸出現困難 經常覺得自己無法呼吸 但身邊的人會看到他 其實一直在扯起 覺得喉嚨好像有東西頂住 覺得自己好像窒息 就是這樣 心口痛或者不舒服 就擔心自己會有心臟病發 覺得作嘔、肚不舒服、頭暈、頭痛 很多人會出現 很多人會擔心自己會失控 或者會死 手腳麻痺 甚至乎可能會覺得有心臟疾病 甚至乎可能會覺得有心臟疾病 可能會覺得有心臟疾病 好像是假的 Depersonalization 就是覺得有心臟疾病 好像是假的 是一個奇特的感覺 很難形容 要那個人受過 即是真的發生過 他才能受過 他才能受過 很空曠的地方 又或者搭交通工具 又或者是一些很隱蔽的、密室的地方 他覺得走不了的地方 就會出現 但很多時候 就是其實沒有特定的 他可以隨時出現 很多病人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說 其實我剛剛吃完飯 洗完碗 坐在看電視 他突然間就是了 他會重複地出現 當然就不同了 他就是長時間 和大部分時間 都出現過分的焦慮 而也有擔心 而那些擔心 是很難控制的 他就不會突然之間 很覺得不舒服 好像經好 但是就整天都覺得不舒服 整天都會覺得 可能有焦躁不安 很容易累 集中力不好 很容易猛疹 肌肉很緊張 就會經常覺得周身痛 頭痛 還有失眠 而很典型的就是睡不著 搞幾個小時才能睡得著 很多時候 要上班的 有時候就是 天亮睡得著 不過又要起床上班 其實這個困擾 是可以很嚴重的 其實這個困擾 是可以很嚴重的 但他們其實 又不是太多人 會投訴自己覺得緊張 那些研究就發現 其實只是一成三的人 會投訴自己覺得緊張 但是有這個 講返焦累症的人 會投訴自己什麼呢 周身不舒服 痛 睡不到覺 都有幾大部分的人 投訴自己有情緒問題 那些周身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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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什麼事呢 剛才說了 痛 很多時候就是 頭痛 肌肉痛 尤其是頸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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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入睡 好像我剛才說的 一支自主神經系統的一些 徵作 心跳 出汗 手震 腸胃 腸胃 不舒服 可能有臭嘔 肚射 又或者臉秘 去年香港中文大學都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關於 廣泛招累症和腸胃問題 就發現廣泛招累症的病人 有腸胃問題的機會 是比普通人大誤會的 而有腸胃問題的人 有焦慮問題的機會 也是比普通人大誤會的 所以在這裏就看到 腸胃的症狀其實很經常出現 其他很經常出現的 頭暈 呼吸困難 發冷發熱 麻痺等等 但好像我剛才說的 這不是突然之間 然後又過了 這就是很長時間 也是這樣 另外一個 在廣泛招累症有的問題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其實會出現多於一種病 這些研究就發現有九成 超過九成的人 有惡犯焦慮的 還有其他的精神 情緒或者身體上的問題 包括什麼呢 抑鬱 肩控 社交恐懼症 其他的恐懼症 社交恐懼症 其他的恐懼症 腸胃症 這個激躁性結腸性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很多腸胃科的護醫生 就會診斷 有些病人 就是他一時便秘 一時就討厄 其實他們就會叫他做 一個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但是我們精神科 其實覺得這個是一個 廣泛招累症 血壓高啊 心臟病啊 其實血壓高和心臟病 那些是有得解釋的 因為其實一個人 經常的焦慮的話 其實會令到他那個人 那個身體裏面 很多一些腎上線素 長期這樣高 其實這些呢 就會令到個人 會出現一些血壓高 而影響到那個心臟的問題 所以這一個呢 就是一些廣泛招累症 這一個呢 也是很多時候 其實會很長的時間 才會診斷到 有這個問題的 因為很多人就是 又是我身體不舒服 我就去看腸圍不舒服 去看腸圍科醫生 我痛的嘛 我頭痛的嘛 我去看腸圍科醫生 肌肉痛 或者一些關節痛 我去看骨科醫生 我去看骨科醫生 很多時候 也是要 戰損了很久 然後才會來到 看精神科 這樣 然後呢 下一個 我們再說 就是 一些恐懼症 其實恐懼症 是什麼呢 就是 一些不合理的恐懼 導致到 有一些逃避的行為 就是說 他自己都覺得 對 沒有需要 但是 沒有辦法控制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最常見的恐懼症是什麼 恐懼症 我們在說 恐懼症 最常見的是什麼 其實研究 做過 最常見的 就是一個 其實我們每人都要去見的一個人 是醫生的一種 是醫生的一種 牙醫 牙醫 OK 這些研究就發現 是最常見的這一種 他們就會 遇到那個問題 甚至乎只是想要去做一件事 他們就已經會出現 可能是一些很焦慮 甚至乎驚恐 或是要去避 或是要逃走 然後那個驚恐或焦慮就會降低 其中有一些 例如廣場恐懼症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人 可能去一些很狂狂的地方 又或者他們有時候 就是去一些很多人的地方 去一些公土交通工具 這樣就可能會出現這個焦慮問題 極度的焦慮問題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現在很多時候 聽到的 就是一個社交工具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都幾多人有這個問題 不過很多時候 他們就知道 他們就總之說 我要去見人 尤其是活生日的時候 我就會很害怕 然後我離開了 我就回家 其實我現在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有這個問題 去到他其實就變得很癡 那些隱蔽青年 因為原來他說 他自己其實有學生的時候 上學的時候 上學的時候 上學都很害怕 不過沒有辦法 要死定 然後讀完中午之後 便可以了 因為他就不敢出街 因為其實他很害怕 見到陌生的人 其他人 就算坐車的時候 覺得有人在他面前 說他都很害怕 回到家便覺得舒服了 沒事 還有一些個別的好具症 例如剛才說的牙醫 怕狗 怕蜘蛛 這些 有些人就怕在別人面前 說話 或者要做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病 都可以挺影響到一個人 因為某些事情 例如避得到的 例如怕狗 有些人在街上都會撞到 最多是走路走 但是有些人真的挺麻煩 例如剛才說的 港場招累症 難道你以後會交通工具嗎 你以後不去很多地方 以後不去很多地方 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 但你會抵抗